我也是一個 很低調奢華的人 他都說我很可愛漂亮 就是不會到性感 比一般的男生的尺度還要大 有的時候會給我一些建議 在那個鏡子前面講說 太短了 他就回說 我知道 你在裡面穿一個 黑色的透膚的絲襪就可以啦 然後我就出門了 走在路上 助理就說 你的屁股都露出來了呢 哈囉自由時報 iStyle的朋友們 大家好 我是凌恩 我今天是為了搭配 那個美度表的永恆系列才十萬表 他的藍色系 所以我特別搭配了一個色系上面 也是走一個藍色系 然後再來是我希望能夠呈現出 一個比較高貴的氣質 完全沒有 就是人就來了 然後就把衣服穿上 就這樣 其實我們沒有對表 所以呢 這一次來美度也是特別 稍微看了一下美度的對表 就是有幾款都還覺得還蠻好看的 這樣子 我如果看到喜歡的話 如果我現在人就在現場的話 我就會直接買了 不會再特別叫老公來買 先鋒系列的傳承者麥博表好了 男表 對 送給老公 我是一個比較講求精準的人 就是人家跟我約幾點 我就是一定幾點 準時到 我不會想要找到 我也不會想要玩到 這樣子 從來沒有 因為都是老公來載我 我有一次要去拍戲的時候 我怎麼樣都聯絡不到我的助理 然後就看 也看著那個時間一分一秒的過去 我就非常緊張 因為我不是很喜歡 就是大家都在等我這樣 然後 我打個電話給助理 助理就一直不斷的跟我講說 他快到了 再轉一個彎就到了 但是我在那邊站了大概有十分鐘 我這個人是沒有辦法接受 等別人超過五分鐘的 所以 我就一直等他 等到後來受不了 我就打電話給經紀人講說 那這樣 他不用來載我了 非常可怕 然後呢 我就要用這個 我打托 怎麼打托 跟著我 我打托 然後呢 還以後 等一下 就期会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